古雨要做什么? 古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时间为每年公立的4月19日至21日之间,太阳达黄金30度。 古雨是雨生白骨的意思,所谓春雨贵如油,此时酵水明显增加,适合田中的央苗初叉,作物心重。 古雨前要定制阳崎育苗的番茄、黄瓜、大白菜等作物,对于早春定制的甘蓝、菜花、莴笋和生菜等作物,要做好中耕松土、锥肥、浇水等管理,同时做好大葱幼苗的锥肥、浇水等管理工作。 都说古雨前好种棉,所以古雨前一定要做好棉花播种工作。